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张艺兴互蹭热度 粉丝 以他们目前人气 还用互蹭吗 这次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中 王一博以自己的新歌为背景音乐 自己跳了一支现代舞 又一次挑战了自己 他说过想尝试 果然就做到了 并得到专业舞者的高度夸赞 因为跳街舞的人很难跳好现代舞 但王一博做到了 并以武封神 有学过现代舞的网友说 他眼里看到的不是王一博 而是是一个美好的舞者 在用肢体语言表达生命力 看到了一位灵魂舞者 一个从小跳街舞的去跳现代舞 居然能跳得那么正 真的太牛太牛了 但是这么好的表演 却看到王一博不好的话题 这个话题不是因为自己的节目 因为王一博的表演真美的说 在这支充满愿望的作品里 相遇期待的温情 用身体亲吻大地 赤脚行走于天地之间 通向未知超越自己 通向光明去拥抱去绽放生命 王一博的舞蹈很有代入感 观众看着他的舞蹈潸然泪下 那是因为王一博用舞蹈 以及面部表情的传达 让人共情 著名街舞主持人廖博表示 从街舞到现代舞 换发这种事是非常难得 从一个纯粹的街舞 翻到柔美的现代舞的风格 真不是一般舞者可以做到的 不但赤脚跳舞 还能够很好地压住整个舞台 完成度还那么高 发还很纯正 只能说厉害 既然表演这么出色 那到底是什么 让王一博背锅了呢 原来是东方卫视在倒计时时 邀请王一博官宣 电影《无名》 并放映了《无名》预告片 在晚会现场看得出来 王一博真的很高兴 《无名》电影 在大年初一定当上映 接着现场大合唱 《光阴的故事》 还是C位 更是歌曲的领唱 就因为这样张艺兴的粉丝 说王一博是压轴刺客 其实我觉得两位艺人之间 并没有嫌疑 两人在这就是 接三接四中 明显看出关系不错 就不要让给 两人拉仇恨了 能穿插电影宣传 肯定也是商量好的 有人说 为什么不在自己节目后宣传 非要在张艺兴节目后宣传 是想蹭张艺兴的流量吗 当然也有人说 张艺兴得了便宜还卖乖 明明是压轴嘉宾 还非要说压不压轴不重要 这是蹭王一博的流量的节奏啊 我想说 以王一博和张艺兴现如今的名气 还需要互蹭流量吗 话说回来 即便是互蹭流量又如何 兄弟之间 朋友之间互帮互助 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之所以赶在那个时间 肯定也是因为跨年倒计时 是最好的宣传时间 既然是宣传那肯定的选好时间啊 再说 王一博那么仪式满满的一个人 不得穿上鞋 换换衣服 弄个造型出来见大家呀 以示对大家尊重 也是对宣传无名电影的尊重 另外 张艺兴刚刚跳完舞 不也得换个服装 这个时间怎么就不能做个宣传 播个短片 总比干等强吧 我还是那句话 真就是人红是非多呀 公道自在人心 他选择默默努力 用实力说话 虽然可能在娱乐圈显得不够圆熟 但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被埋没的 两大顶流在一起 不有点事 那就不叫顶流 其实 小编在看到这二大顶流的时候 就有预感 二大顶流的粉丝 会不会互撕 还真被我猜到了 只是原因没有预料到 最后 希望二大顶流都有好作品 呈现给广大观众 拿作品说话吧 至于人品不是靠说 而是靠做 就像王一博的新歌一样 像阳光一样 过了冬 来交换故事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